好了,到下一套了,下一套應該是評價最低的,絕對,絕對是評價最低,最低不是這一套,我只看了一半就沒看下去了,但是都沒什麼動力,這套東西我覺得,我看完很厲害,其實我覺得真的,我真的給他M,真的給他S我們,標誌我們忍耐也慘了,這麼大失望,會不會是真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我本身原作小說都是一般的,我本身希望都是,因為這套東西原本已經沒有希望,沒有希望的情況之下,都還可以令我更加失望的,說名先吧,M一族,第二義工社,愚家銀行的正常版,大鑊,真的一件事,這套東西就是很簡單,之前新聞都說過, 是一個超M的男主角,然後又很無聊,又說,為了治療他的M的體質,但是我找一個醫生衣,找一個不知道什麼的影衣,自稱是神的人,擺明是神棍來的 最初你的流心情是有意找上去的,不是特意的,這個才是神的, S也有個開端的,你不要吐噪,為什麼那個開端是,總之開端了, 正如一個人生了癌症,然後又說,那個什麼隱世神醫,那些神符查好得的,那我就這樣中了上去,類似情況的,其實 沒關係,總之我們知道,其實多數都是一個女主角,美瑞, 是令到他更加,我感覺到他不停地問他,令到他更加,那個M是越來越,是越來越厲害, 我才覺得他沒有治療過,完全是,惡化了, 對,他做治療的時候,他是更加重過M的路向, 我完全不明白,他是否正在幫他,他只不過是找M這個體質去做劇情, 一開始已經是離題了,其實,治療是你,你用什麼去治療, 你覺得說,你自稱是神,老實說,我又不知道,你去到最後又說, 我亦都不知道你這個角色,究竟是有什麼把炮, 令我覺得你可以做到這個位置去幫人解決任何問題, 你本身自己個人都已經是非常之多的問題了, 他想問,他想矮,羅里,貧乳,真的沒有問題, 你那些焦點就放在羅里,貧乳,這只是問題, 我應該問, 應該說,你看不出他究竟在故事裡面,他有什麼能力去幫助到人, 你叫好聽些的,儒家銀行,我都說他什麼,我財控制大, 我現在擺明說黑道的,你咬我吃嗎? 這樣不是更大話更口儒家銀行,因為, 其實是喔,我真的,你想想,他真的像拿沙戶太郎來挑釁多個去醫他, 因為呢,打者愛亞,愛者打多幾下, 因為要M就有個理由, 理由是因為要治療, 那不要理他合合法,也不要理他合合理, 總之這個理由就是這樣,所以就有M了, 中央醫術博大精深, 咦,改了,不用中華了,中央醫術, 我自己啦,我自己覺得,這套東西唯一的項目, 應該是這個太郎, 即是太郎那些M的搞笑, 我覺得都不是項目, 我也不是項目, 每三集出一次,可以笑一下, 喂,你每集都拿回同一樣的M, 我真的經常都說那句, 你第一第二集已經玩到星天了, 你之後還有什麼玩呢? 那沒什麼玩的, 超級殺人? 真的哪有玩的, 超級殺人的阿晴是爆了, 我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超級殺人也算了, 他玩這個笑點呢, 即是我自己看, 剛剛在這裡,就是第二次玩超級殺人, 即第一次呢,他玩到M, 超級變態人, 超級變態人第一次, 我還可以覺得, 挺有趣的, 但到了第二次的時候, 我覺得, 喂,這件事你還玩第二次, 真的沒什麼好玩的, 其實我都不是很接受的, 即不是說什麼是, 你真的太超遠了, 我想說, 你真的太誇張了, 你已經去到, 用一個M的腰帶, 變成不知道什麼奇怪的東西, 因為你始終一直以來, 那個套路都是, 就算你超M也好, 你都是維持在精神的範疇, 你無緣無故去龍珠的世界, 你是不是想炸爆地球去呢? 我想不到他原來可以M到超級, 可以飛天, 即是完全想不到, 在出國劇情, 看看又有機械, 有什麼事情去到, 這些我覺得簡直是, 叫做什麼, 根本都不知道, 根本都不知道, 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如果他玩一集, 當他搞笑, 算了, 但問題之後就衝回, 真神奇了, 他打算說得很認真, 即是龍珠已經變了一個設定, 只要他, 戴著腰帶, 就變成私有殺人了, 他不是應該變成拉打嗎? 我想說, 這個不是設定來的, 你一回答資經就算了, 我覺得, 有沒有人看過原作小說呢? 因為我不是很好看, 很長的, 沒有,沒有, 沒關係, 因為我們平常是平常畫, 可能原作有什麼東西, 你只要搬下去,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 最簡單, 如果原作有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 原作就是, 原作就是, 扮女裝, 真的可以, 我覺得, 這套戲有點硬, 就是, 為什麼呢? 他把所有的特性都搬進去, 例如, 藝娘, 暴力女, 科學家, 然後羅利空, 全部都放進去, 把所有東西, 硬硬硬地撿進去, 隨便給一個故事出來, 就算了, 還有, 你真的說真的, 你還要玩什麼殺人, 就算了, 大家, 你以為是, 每個人都能受得到嗎? 你這樣說, 如果你說, 剛才也要回應《鏡花》之前說的一個問題, 劇情那方面, 我覺得不是完全一無可取的, 唯獨只有兩三集, 我覺得是OK的, 但其他時間呢, 基本上是那些屬性啊, 那些所謂笑點啊, 都蓋過了劇情, 我是看不到其他東西, 不是, 我先說, 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 這個美瑞, 和這個男主角, 去假結婚那一集, 其實我已深刻的, 那幾個位置, 那幾個片段, 是真的挺感人的, 我覺得, 當然, 可能是我表達, 因為我是月女心嘛,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那幾集, 我覺得, 唉, 冷靜一點, 你幹嘛呢? 家庭的聽眾, 聽不到, 看不到正確, 無限去做月女心的表情, 否則, 就會知道, 我當時心臟麻痺的一刻, OK, 那另外, 男子, 男子那個, 其實他的感情, 其實前半段, 應該是, 前半段, 其實都解釋了, 都解構了, 三、四、三、 三、四、幾隻, 但之後, 也是重複那套, 就說, 很害怕男人, 然後就一拳打飛距, 就是這些, 我覺得, 真的出太多了, 其實老實說, 只是發展劇情, 他心發覺一些, 是有話說的, 怎麼沒有話說, 是一定要有話說的, 但你就是不說這些, 他玩了一些自己以為好笑的gap, 我就真的不知道他用什麼了, 我其實真的, 我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沒有女心, 但我真的, 那一集, 我尤其覺得, 他很硬生生, 動劇情, 對, 我眼神身, 把這些條件搬出來, 但是, 美瑞, 如果你之前, 鋪一下美瑞的感情, 去再做的話, 你不要這麼突然, 你跟我說, 因為他以前沒有朋友, 很孤獨, 於是就搞這麼多, 大龍鳳出來, 那中間, 實在是太大壓了,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都會同意, 這套東西, 其實是武劇情, 因為其實, 就算剛才, 阿毛所說, 他那些劇情, 我一直以為, 劇情的東西, 這些所謂的東西, 即是, 你不要說, 是否固有範疑, 我理所當然, 他這個劇情會顯身, 但我不是, 你這個劇情, 好像說, 他本身的主題是甚麼? 他的主題是, 幫他自裂這個M屬性, 跟他結婚, 完全是兩件事, 你不可以突然說, 我因為這個位置, 可以做到說, 有個感覺, 這個不是劇情來的, 因為他本身的主題, 他不是做這件事, 你只能夠說, 這個不是主線, 即是, 他是錯綜, 他不是錯綜, 我不可以說, 一個錯的東西就說, 我因為, 現在不是科學實驗, 你不是錯綜, 科學實驗就說, 我是因為做錯了這件事, 而產生了另一件事, 但不是代表人, 我這樣做是成功的, 這個不是重點來的, 我只能夠說, 這個不是主線的成績, 但是是知性的成績, 你會發覺, 其實如果你有細心觀察, 每一個角色都有他專門的一兩疾, 就算是那個科學研究者, 你變成了, 大人那一疾, 說很恐怖, 很誇張, 他也是他的專批, 都表明他的事, 就算他明信, 他也好, 都叫做是他的知線, 只要你說主線在哪裏, 沒有其他主線都能做到, 你可以… 現在是劇情問題, 因為你說有劇情, 我知道, 主線是否失敗, 和你知性是否失敗, 是兩回事, 我覺得這句應該公道點說, 就是分開的, 但是因為剛才, 你舉另外的例子, 你說剛才那個結婚的例子, 其實我不能接受, 因為他重點歌回的劇情, 他不是去做知線, 他是去做主線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 用回阿樂那些, 我開始就說, 他是有擺回數下去, 當然成成功, 我撇開不論了, 你覺得他做主線呢? 其實他只是找個理由, 去進入這個知線, 就是, 他說, 我治療你N俗性的東西, 這個只是一個理由, 實際上, 骨子裡, 是進入這個美術的知線, 這個才是真正的目的, 至於你說, 主線這件事, 老實說, 其實他一直都有做的, 不是就是說, 我幫你治療N俗性的, 又要做一些M的畫面出來, 當然, 這個是絕對不合理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 是否代表, 他現身帶出來的那種知線, 不行呢? 那這個是另一回事, 我覺得兩題, 這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不是說, 總之就是, 我想都是這個個人觀點,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真正說, 我覺得他帶出來的那樣, 就是他本身, 他沒有去營造回美瑞, 因為他一直以來, 美瑞那個擔當的角色, 我明白, 我們清楚聽到他擔當的角色是什麼, 但是你說, 是用他過一集短短的劇情裡面, 但是, 我可以說他是個知線, 但是我不同意說, 他是做到一個劇情出來, 亦都不能夠做到一個感動, 說真的, 因為鋪層不足, 我真的說他鋪層不足, 我真的, 我自己個人也同樣不認同這件事, 我只是這麼說而已, 我真的, 那句我就不會認同這件事, 就等於這個, 這個問題一天, 很多人想不到這件事, 不同的一件事, 我覺得有兩個角色很離譜, 就是沙狐太郎的媽媽和姐姐, 尤其是這兩個, 是嚴重地無聊的, 這兩個角色出來, 其實是無意義的, 不是啊, 有意思的, 為什麼沙狐太郎是M, 因為家裡有一個泰國S, 有什麼關係? 什麼啊? 沙狐太郎是M, 給他S, 給他S, 給沙狐太郎S, 是啊, 就是M, 平衡, 有合理,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我想說這兩個角色, 不要笑, 還說別人不要笑, 這角色真的很煩, 真的, 這兩個角色, 又沒有專輯, 又沒有性, 老實說, 你也很難理解, 為何要這樣發合發陣, 好吃的, 整體上, 整個MM一族的故事裡面,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整天都是用M這個題材, 但他每一次, 你說他想鋪陳角色嗎? 他不是不想, 但他每一次他做出來的手法, 他只不過是, 純粹就是抽回那個角色裡面, 就好像說, 啊, 啊, 就是他怕男生的, 他一下子怕男生, 他就, 啊, 就馬上打下去, 你不會比達到, 就算你說, 好像說之前那一集, 就搞到好像, 這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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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上去別人家學校那裏, 叫人一下就算鬼數這樣, 還有呢, 整套戲呢, 整套童話最後的結局呢, 其實大家看到呢, 其實大家是沒有任何的進步的, 就是, 說真的, 你看到是, 整 Çokene D 哦, 有一次的武器啊, 是的, 事實中, 很難在這些動畫中找主線, 那麼, 他會有主線是因為他真的有一個主線劇情在那裏, 但是M一族其實主線就是找一個美人之後給人M, 就是這麼簡單的,M的內容是什麼東西, 詳細是怎樣,其實這個不重要, 你笑不笑是你的問題,他都這樣做的了, 你說為什麼懷疑基本步,因為這樣就可以出第二季, 假如有的話,就是這樣, 通常這裏作品,你跟Chip Ba和Kulab一樣, 永遠都是基本步的,都是這樣, 因為就是下季要做的, 即是你承受樂是另一回事, 其實我想問,沒有主線的, 看你喜不喜歡,有人會覺得好笑, 他會說了你這個客人,我才會說, 但如果你說M6星的人,可能會覺得很開心, 都不要緊,很難說的, 他都說了我這個客人,至少他都, 你始終你說,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每個故事,都一定是有主線的, 不會完全沒有, 即是除非你真的說,就算你說一些單元式的故事, 其樂之旅,他都有主線的,旅行咯, 即是說,你不要理他旅行去哪裏, 或者他去了太匡都好, 他怎麼不旅行呢? 他不會突然之間說,不行, 我要留在這裏探上一杯茶, 然後跟你說一杯茶, 他有多好喝,不會的嘛, 即是你這個說M6星的, 你治療M屬性, 因為其實這個是主題, 即是三浩太郎是想贏, 而我好像也在書頁裡面, 他都是,即是那個簡介裡面, 短短的十幾二十字裡面, 他都是說這件事, 即是我不理說, 你有沒有進,即是你這個說, 怎樣都要有一點點進展, 就是我不理你說, 你是嚴重了的, 都是有進展, 你就嚴重了你的進展, 他一定是嚴重了的, 你見他就是被人這樣M發, 有什麼不嚴重的? 那個重點就是, 你怎樣去用這件事去串連其他事情, 不是說, 用這件事去說, 即是配賽來的, 即是為了M你而已, 這個, 你只可以說是主線做了失敗, 我就是這樣說, 當然你說, 都可以說可以無懷所說的, 我覺得無得講究, 因為他也不會被主線這樣大佬, 他只是給你一個理由, 或者再籠統一點說, 叫主題,好嗎? 就是M一組, 被人M, 主題就對了, 算了, 但是那句, 你M會否開心, 這個你自己的個人, 即是你觀眾看得出來, 我覺得我看完M, 我都覺得沒什麼反應, 就算你說, 無論M不M也好, 即是M, 我不相信一個M的人, 你會嘗試到那種M法, 你不會有快感, 我相信這件事, 難說的, 他是小個變態人, 我們想不到他, 我們想不到他, 我們是正常人, 所以, 所以, 你剛才說什麼? 有馬爾, 有馬爾也正常, 我正常的, 我正常的, 這個世界沒有青山, 沒有變態少少, 沒有變態少少, 那, 講完就是, 歌啊, 剛才OP那首歌, 我真的頂了, 雖然一點, 沒有, 沒有, 好像粗口, 好像粗口, 我真的聽起來好像粗口, 有氣無力唱, 我好現實說, 很忠肯地說, 那首歌根本不算歌, 一堆不知道什麼東西, 之後一個很奇怪的聯絡, 又陷在一起, 就是那首OP了, 所以, 我沒有收好, 雖然說, 兩個聲優歌喉都不是特別好的, 其實, 都不要去要求這件事, 但是, 連那一條字都不行, 我又覺得, 沒得可取, 寫歌要頂他, 搞這些幾個東西出來, 那些, 本身歌手歌已經不行, 還要頂些這樣的歌給他唱, 更加不行, 要氣氛的話, 我覺得不是不行, 結尾是OK的, 我喜歡Ending,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我也不太喜歡, 但是, 當然, 你說結尾是這件事, 但是, 至少你說兩個評價起來, Ending一定會比HOP, 因為HOP, 我真的不喜歡, Ending是歌手唱的, 對, 這個問題, Ending是動畫歌手唱的, 動畫歌手唱的, 動畫歌手唱的, 歌手好一點, 我自己是挺喜歡Ending, 因為那種活潑的感覺, 再配合他的跳舞, 我覺得挺合的, 我自己覺得不錯, 你說這套東西, 唯一一個最可取的角色, 就是藝良, 即是誰做的那個, 佐藤理奈, 是誰? 陳吉, 陳吉那個角色, 無論是配音方面, 或是角色表達方面, 這條支線, 我覺得這條支線是真的做得好, 我覺得這條支線就是, 這條支線就是, 他真的, 顯現到的東西就是, 他跟男主角之間的友情, 愛情, 親情, 沒有基情, 怎麼會沒有基情呢? 有, 今天是我最喜歡的, 是甚麼的, 一集他講過, 兩個發合來的, 不是基因, 我真的, 唯獨你說, 唯一一個, 我真的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寫得最好的故事, 因為真的, 我寫到, 就是, 我真的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真的感覺到, 就是說, 這個, 陳吉真的為朋友, 真的為朋友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說, 我開頭的設定就是,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怎樣表達他是我的好朋友呢? 這件事就是, 他真是我的好朋友, 當然碰到這件事, 你怎麼回事? 這是另一回事? 明明就是, 不是呀, 是, 福生還單方面, 追求所有情侶依然, 還沒有送過他的, 要逃走的, 是, 所以, 你也看到, 他在女裝那裡, 本身帶了一個性格, 他在女裝才能表現到, 自己的真性格, 你可以叫做, 或者, 女王, 即使是女王, 也很照顧, 福生也是, 有事會幫他, 所以, 這個角色, 在整套ML座裡面, 我評價最高, 而且是最完整的一個, 那, 他有什麼聲音, 對呀, 好像也沒有什麼, 其實都, 如果他這套, 和之前說的那套, 我的妹妹比較, 其實, 這套的厭繁程度更高, 當然啦, 因為福生角色, 要經常用一些, 做一些S的東西, 用那種聲線去做, 但他又不夠力, 兩套都是S的, 差不多, 一套日人S, 一套女王S, 我覺得他後期是比較好, 我感覺到, 他有個性格出來了, 大眾可以強化, 叫做不夠幫, 又是那句, 對比福生領, 很難幫, 但是福生領, 你一拍在一起, 就死了, 老實說, 拍完《祖健三》這套, 他也要少輸的, 他比福生領的書都不知道, 你逃街啦, 所以, 沒得這樣, 所以這套, 整在上手, 其實就真的, 我真的, 老實說, 我真的很想, 如果有看過, 原作的小說的聽眾, 可以告訴我, 原作小說究竟是一個什麼一回事, 我真的不敢看, 告訴你, 我都沒有, 我聽到, 我只知道, 有偽良, 但很多人不變, 都頂不住, 沒有看, 所以沒有問我, 這套, 我相信大家都, 無言以對的, 相信都真的, 我無懷都很揭力地, 為他尋找優點, 沒有, 我依然, 我依然都很堅持, 我都尋找到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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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艾良, 我都尋找到優點, 就是艾良, 我都尋找到優點, 我都尋找到優點, 就是艾良, 我都尋找到優點, 是艾良,